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 在这次的两会上传来了中国大布置改革的消息 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 中国将重新组建国家海洋局 并且设立多层次的意识协调机构 国家海洋委员会 有分析人士认为 这是中国在海洋强国战略中的一项重要的顶层设计 意在更好的推动发展海洋经济 维护海洋权益 中国重组国家海洋局提高执法效能 终结了中国海洋维权九龙制海的局面 另外中国的海间巡航编队 加紧在中国钓鱼岛领海内巡航 那么新组建的中国海洋局将如何开展工作 日本新型反潜机即将服役 据传是中国潜艇的最大克星 中国海军新型护卫舰 泵部舰正式加入战斗序列 那么在新形势下 中国如何保卫自己的权益 随着中国国家海洋局的重组 中国又将如何推进海洋强国的战略 相关话题 今天我们演播室 请来了两位权威的嘉宾 为我们做解读 来介绍一下 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军事问题专家 尹卓教授 你好 还有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杨锡宇先生 你好 欢迎两位到演播室来参与我们这个话题 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了解一下消息层面的一些内容 看下大屏幕 根据10号披露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 国务院将重新组建国家海洋局推进海上统一执法 方案提出将县国家海洋局及其中国海监公安部边防海警 农业部中国余政海关总署海上祭司警察的队伍和职责整合 重新组建国家海洋局 由国土资源部管理 主要职责是拟定海洋发展规划 实施海上维权执法 监督管理海域使用海洋环境保护等 国家海洋局以中国海警局名义 开展海上维权执法 接受公安部业务指导 为加强海洋事务的统筹规划和综合协调方案提出 设立高层次意识协调机构 国家海洋委员会 负责研究制定国家海洋发展战略 统筹协调海洋重大事项 国家海洋委员会的具体工作 由国家海洋局承担 好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重组后的国家海洋局的功能 我们看到根据这个方案 国家海洋局重组以后 由国土资源部管理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 国家海洋局以中国海警局的名义 开展海上维权工作 然后接受公安部的业务指导 也就是涉及到两个部门来领导 一个叫国家海洋局对内 对外我们叫中国海警局 这个功能怎么来强调 怎么来划分 首先一个它是一个集中 所谓说过去我们所谓九龙闹海 那么现在当时我们就说 首先要在国务院的这些职能部门 要把它的职责要把它合一 然后下面的执法部队 执法队伍才能合并起来 那么现在我们走了第一步 就在国务院这个层次上 把很多涉海的一些部门 涉海特别执法的把它合在一块了 这次合我们看到海警 和包括海关的基司警 也都进到海洋局这个地方来了 进到海洋局它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进到海洋局 过去海洋局的船艇 一般它不设计海上比如武装执法 而海警和基司它都是武装执法的 那么就是说它可以使用武器 同时它的船是带携带武器的 比如高射机枪 甚至还有的二零炮 像这些船力量一定进入海洋局 说明今后我们海洋局 在海上执法的时候 它有一部分船舶执法船 那么是武装的执法船 这是一个 再有就是海洋局过去的海间船 它行驶的主要是罚款 扣留这一些 没有就是我们说强力执法 所谓就是用暴力来执法 而现在它有这样的职能了 那么这部分职能 就是使用武器这部分职能 它也一部分要接受公安部的指导 在业务上接受公安部的指导 那么就在它训练 器材的发放等这些 它还有接受公安部指导 但是从它行政干部任免 和它的整个建设规划 那么是由海洋局来统一来考虑了 这样对我们执法力量合并起来 那就是大大有效了 而且海洋局它可以建 统一的港口布点的建设 它的通信指挥系统的建设 这些另外还有人员的培训 干部的选拔 这都可以统一起来来考虑 这是我们执法队伍 那就大大扩大了 而且更加统一效率会更高 那么细于你理解 就是说原来我们九龙制海 这个局面要结束了 重组国家海洋局了 那么在将来在海上将出现中国的海警力量 就是中国的执法力量的时候 我们的海间也好 比如海洋保护也好 或者等等这些功能 和我们的海警的功能 是不是都在一条船上 是这样的 实际上在国际 许多国际惯例当中 它也是极多功能于一舰 来执行它的综合性任务 不能说我派 我们说这次是四个直头 拧成一个拳头 我不可能派出四艘船 一个附属机司 这个海间这机司 那个是余政 这个是海警 对不能这样说 还是那等于没有 对比如说美国海岸警卫队 它呢就是可能比我们的功能 还要多一些 除了我们讲到的执法 包括海洋 环境保护 还包括比如说有海难救助 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海岸警卫队呢 就是从这个国家安全的保卫 到这个人道主义灾难的救助 从环境到法律的这个执行 它这个是功能是一体化的 我想呢 我们正在迈向海洋强国 那么自然也要走这一个规律 那么这里面呢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各个部门 期盼了已久的这个整合 终于形成了 形成以后 我相信立竿见影的效果 就是说我们今后 在我们这样广阔的海江执法的时候呢 它会更加有力度 比如说过去海监船 遇到这个践踏中国法律的时候 它其实身份很尴尬的 它是一个行政管理船 刚才引人员讲 它可以罚款 它可以扣留 但是你面对武装到牙齿的 外国的建制 践踏我们主权的时候 你怎么办 所以我想呢 就是说我们虽然这个 整个的大部制的改革 是着眼于国家海洋强国的长远战略 但是它组合起来以后呢 一定会针对当舰形式 产生地干舰影的效果 比如说就拿钓鱼岛来讲 日本经常非法地闯入我国领海之内 它用的是海上保安厅的船 那么我们现在是海间船 那么将来我们重组之后 就是一支海上有一种武装 或者是准军式的这种功能的船 这次人大也讲了 就是以国家海警局的名义 这个执法 那么今后呢 它就是说 它是一支警察力量 海警力量说 它就有执法的权利 无论是对 当然包括对中国公民 在我们的冰海违法 它也有执法的权利 那更不要说对外国 践踏我们主权的时候 那我们呢 一个是说职能力有转变 在一个可能装备上 你既然是海警 那么肯定有武器的配备 那么有人说 那你中国这个今后 是不是更强硬了呢 我想呢 新主义国家海洋区以后 我们在钓鱼岛 和其他岛屿争议上 不是更强硬了 是我们的执法行为 更有依据 而且呢 更有效率 而不像过去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毕竟 从海间这个功能而言 跟国际执法 它毕竟不是接轨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接轨了 接轨以后 我说不是强硬的 是我们的行为 就更有依据 这个行动更有效率 而且手段 也更加强有力 不是更强硬的 是根据这个环境的需要 我们更符合 我们权益的这个需要 需求了 那么尹将军 我注意到呢 有一些外电说 说这次中国海洋局 这个重组之后 中国的这个海上 原来是海间的这块 将来海上的执法力量 就是一支准军事力量 而且它的装备也不错 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 未来的这个海上力量 是不是一支准军事力量 有什么样的装备 现在法律上还没有明确 这要是由人大来确定了 它算不算一支准军事力量 那过去海洋局呢 是一支准军事力量 因为海洋局曾经 在70年代之前 一直作为海军的一个部分 一个部门 后来呢分出来 分到国务院了 它就脱了军装了 变成国务院的一个部门 国务院部门 最后现在变成一个执法部门 那么当然 它就不是一支准军事力量 而且呢 这个总部一直没有批准 它比如是 单安大口径武器 像这个14.5以上的高机 或者20炮啊 25炮 37炮等等这些武装 没有 那么今后安不安呢 就要看它的这个 国务院赋予它的责任 我们说因为有了海警以后 海警本身它是应该有武装的 所以其他的海监船和渔阵船 擅长带一些轻武器 应该不感到奇怪 另外呢 这个其他国家也都是这样做的 比如说美国 日本 日本的海保厅的船只 它是有武器的 美国的这个海上的 美国海岸警卫队 它是武装的 但是武装都是简单的武装 也都是小股民 中小股民火炮 但是呢 毕竟它是一种这个 一种可以使用暴力执法的了 这样的话 是不是准军事力量 那要看今后的职能 准军事力量 它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就战时 它是不是归海军指挥 如果战时归海军指挥 可以说它是一支准军事力量 如果战时不归海军指挥 它仍然是一支执法力量 执法有多种手段 和平执法 也有这个武装执法 现在最值得我们关注 是在海洋局势上 现在国家设立了一个 海洋事务委员会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门 因为这样 由国务院的一位领导 来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 或者是他的领导的话 他可以进行 跨部门之间的协调 那是整个国务院的 各个方面的涉海的部门 就完全可以通归起来 比如现在交通部 交通的海洋搜救 搜救现在仍然是 由交通部来解决 那么现在两个就可以 整合到一块 由这个海洋委员会 另外还有一些规划 规划有些问题 比如说是在科委 比如对南极北极的探测的问题 现在是在 那个原来也在海洋局 海洋局 后来是有一部分是在科技部 有一部分放在科技部 就是它这个功能有划分的 今后是不是归在一块 那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刚才西宇也讲到了 就是说国外的一些 海洋执法方面的一些情况 那么我们在重组国家海洋局 在加强海上执法力量的同时 是不是也可以借鉴一些 国外的一些好的方面 比如说像美国海洋强国 像美国俄罗斯 美国的海洋警卫队 装备非常棒 1600多艘船 还有200多架飞机 还有原来那个苏联的 这个海洋警卫队 是隶属于克格勃 就完全是一个军事组织等等 你觉得我们在 加强我们这个海上执法的时候 能够借鉴一些 什么样的经验 我想首先就是 法律方面的经验 这个肯定要 在立法上要跟上 因为坦率讲 就是新中国60年 我们在大部分时间 应该讲第一 没有海洋战略 第二更没有 专门围绕海洋权益的 这个立法工作 也不是像其他方面 立法工作 做得那么扎实和有力 所以这方面 肯定要借鉴国际的经验 再一个就是说 这个海洋强国 世界上海洋强国 它的这个海洋执法力量 海洋管理力量 它我刚才讲的 叫极多功能于一身 我们现在这个大部 是新组建的国家海洋局 仅仅是初步的 把这个四条力量 合在一起 那你现在看起来 它的船还是四条船 那么它的发展方向 一定是今后是 是综合多功能于一身的 多合一 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发展 就是它只要不出便吧 一出去它面对的各种任务 它都能应对 这是一个规律性的 而且今后呢 国家海洋局的重新组建 也意味着 我们今后就像大力 加强我们的这个军事建设一样 恐怕我们这国家海洋局的 这个海洋执法力量 今后国家也会加大投入 大建设 因为我们在这方面 那个跟世界海洋强国的差距 确实还有很大的距离 那么在中国要重组 国家海洋局的同时 我们也注意到中国海军 也是在安思议的节奏发展 最新的消息呢 是中国海军的有一艘新舰 要入列 这艘舰呢 是一艘新型的护卫舰 是泵部舰 相关情况 我们再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月12号 中国海间512327船编队 在中国钓鱼岛领海内巡航 期间 中国海间巡航编队 对在中国钓鱼岛领海内活动的 日方船舶进行了监视取证 向日方严正声明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要求日方船舶立即离开中国领海 同一天上午8点 中国海间编队抵达西沙永乐群岛 中心航道水产资源保护区 对永乐环郊上的金银岛等岛屿 进行执法拍照 随后 中国海间执法人员乘坐冲锋州 抵达西沙撑航岛 广金岛进行登岛检查 至此 中国海间编队在24小时内 完成了对西沙永乐环郊内 9个岛屿立体巡查 此外 中国国家测绘局副局长李明德表示 今后会选择适当机派出测量队员 并在钓鱼岛上舰测量标志 将钓鱼岛及附属岛屿看得更轻 中国对所辖海域的维权管理 正在按部就班的有序进行 也就是在12号 中国新型护卫舰首舰蹦步舰入列中国海军 使中国海军的海上防卫能力进一步增强 蹦步舰是中国自行研制设计生产的 新一代轻型导弹护卫舰 集成了多型武器装备 主要负担巡逻警戒护航 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 执行反潜作战 对海作战等使命任务 又一艘056级的舰入列了 上次我们也曾谈到说 今年中国很可能是一个月入列一艘这样的舰艇 为我们的海上维护我们的权益又增加了新的力量 那么这艘舰艇到底有什么样的功能 它的特点是什么 最主要首先它是一个轻型护卫舰 一艘现代化的轻型护卫舰 我们说现代化就是外形 首先它有隐身作用 它的雷达回波非常小 虽然1500吨 但是回波只相当于一个几百吨的一个小船 另外它的舰也是一个近似的一个综合围杆 你看围杆就是大大减少了 所有的电子设备都在综合围杆上是塔形的建筑 另外它的雷达通信设施非常完备 对海上执法 海上巡航保护 护鱼护航这个效果都会非常好 武器装备很强 我们看前面有一个全自动的旗游炮 另外还有防空导弹 同时防空导弹射程是在一两百公里以上的 另外它后架板还可以落支撑机 虽然不射机枯 但是可以落支撑机 还有反潜鱼雷发射管 那整个呢它这个多功能的非常强 它用来取代我们现在一大批的小艇 和一批导弹导护艇和这个护卫艇 那么这批舰艇占我们的海军的分量很大 就从舰的手数来说占的很多 那么它一入列以后 我们这个新056入列以后 其他这些老舰的老的小艇就开始推移 这样的话我们平均每守军吨位就会大大提升 过去我们守军吨位一直总吨位很大 但是一算守军吨位 因为手数很多 大部分以中小型舰艇为主 这些小型舰艇占了很大的分量 他们一淘汰了以后 都是这个守军吨位就接近了一些发达国家的 这个守军吨位 另外呢 它在海上执法是非常有利的 因为我们知道海上执法除了海监以外 就现在的余政 我们海军担负了大量的呼吁火航任务 这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这个很多国家像法国 它就是由海军来执法 它并不是没有设海岸警卫队 美国和日本是一个路子 法国是一个路子 所以大部分情况 在沿海的执法 包括这个搜救 搜救中心虽然在交通部 但是沿海的搜救 主要还是由海军任务来完成 海军来完成 所以我们这些回舰 它能够在海上待的时间 工程自吃力能到二十多天 比过去小艇 就三五天你就得返回 它的执法能力更强了 跟这个海监船经后的匹配 可能更加完美 不管怎么说呢 海军的新舰的入列 又为中国海洋上的维权 执法又增加了新的力量 尤其是这次国家海洋局的重组 作为海洋人 很多从事这个海洋工作人 都感到欢欣鼓舞 甚至有人说呢 说中国在海洋方面 遭受别国蚕食的 这个海洋权益的这个历史 一去不复返了 的确回头看一下 中国的百多年的驱逐史 就是从海上开始的 比如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等等 刚才西域也讲到了 原来我们缺乏这种海洋战略 但是这次18大明确提出了 我们中国不光是一个陆地大国 也是一个海洋大国 而且我们要建设海洋强国 那么就这个意义上来看 你怎么来理解 就是我们这次重组 我们这个国家海洋局 它的更重要的意义 我想呢 这个我相信今后的历史学家 一定会把18大报告当中 有关海洋强国这段论述 作为历史的一个地标性的论点 来采发 这个是18大是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 这个起点 那么我们讲呢 组建 重新组建国家海洋局 就是落实这个海洋强国战略 18大战略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措施和行政手段 那么以这个为起点呢 实际上就是说等于加强了 我们现在讲到是说 海洋局这个今后就是要维护 我们的海洋权益 其实它更深远的意义在于什么呢 就是要扩展我们在这个海洋 我们所潜在的这个利益 那么这个扩展呢 好像是在扩张恰恰相反 因为帝国主义走的是海洋扩张的条例 而我们的国家海洋局新组建之后呢 它所执行的这个使命 它所执行的任务 恰恰就能够从实际行动验证 我们是在走一条和平发展的这个道路 因为我们的这个首先是执法 它是基于法律的 第二呢它进行海洋 对于海洋开发海洋环境保护 它是执行一个保驾护航的作用 这个能够体现我们和平发展的一个战略 更重要的在于什么 就是国家海洋局 包括以后中央新出台的政策 是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 国际有一个很著名的县叫爱辉腾冲县 也叫黑河腾冲县 它大体的意思就是说 36%的中国的国土面积在东边 就是沿海地区 居住着中国13亿的94.2% 所以就是说将近三分之一的这个国土面积 在东边在我们的海洋沿线 居住着我们将近95%的人口 我们剩下三分之二的领土 那么大西边 只有不到6%的人口 这个国情 这个特殊国情 就决定了中国的海洋战略 意味着中国梦 中国民族的未来 所以这个方向是一定要走 国家海洋局 包括后续的 加强海洋强国战略的一些 一系列措施 肯定要加快实施 我们是在按自己的节奏 在发展 在维护我们的海上的权益 维护我们的领土主权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 在我们执法的时候 某些国家的船只 会经常骚扰我们 当我们的军舰 当我们的海军 走出第一岛链的时候 也经常对我们进行干扰 日本的自卫队 最新装备了一个 新型的反潜巡逻机 我们再来通过短片 先看一下 日本共同社称 日本防卫省12号宣布 国产P1反潜巡逻机 已经结束研发 并将投入使用 防卫省明确表示 P1反潜巡逻机 将替代服役近30年的 美制P3C巡逻机 本月 两架P1反潜巡逻机 将被部署到 神奈川县的海上自卫队 后母基地 报道称 防卫省计划用 70架P1反潜巡逻机 替换现有的 80架P3C巡逻机 并借此强化海上 警戒监视活动 尽管自卫队 未来装备的巡逻机 数量减少 但这并不意味着 其实力有所下降 与采用螺旋桨发动机的 P3C不同 P1巡逻机的主动力 是四台喷气式发动机 在速度和续航距离方面 都占据明显优势 日本媒体曾透露 现代战争对反应速度的要求 越来越高 P1赶到战场的速度越快 捕获对手潜艇的机会就越高 此外 它对深海潜航的潜艇 具有很强的舰艇形状 与性能判别 静音跟踪等功能 被日本军事专家认为是 中国潜艇的最大客情 据介绍 P1反潜巡逻机 由日本川崎重工的 岐富工厂制造 每架造价约200亿日元 约合2.1亿美元 机上装备日本自行研制的 先进雷达和其他仪器设备 对海空目标的侦查能力 也超过P3C反潜巡逻机 堪称海上多面手 我们是正常执法 正常巡航 正常的训练 但是日本老拿中国说事 借机扩军 拼命地扩军 那么针对日本的这些 不断的小动作 我们如何应对 日本发展这些新型的 反潜巡逻机 另外当然现在还有像 它这个22DDH 实际是一艘轻型航母 拿上F35 F35B买来以后 它就变成真正的 轻型航母 可以垂直起降 加上爱荡级和金刚级的 具有反导功能的 包括甚至一定程度的 反卫能力的 这ISM-3 宙斯盾系统 那么整个的日本的海上力量 是在现代化速度 是非常之快 远远超出它现在工业 它经济发展的速度 它这个海军速度的发展 远远超过它的自己 国民经济发展速 国民经济只能停滞不停 而我们看日本的军备 是在大踏步地向前走 完全跟美国一直保持着 齐头并进的那一个态势 包括这个现在这个 我们说的这个反潜机 这个反潜P1 它就是从它自己研制的 C1基础上改的 说明它有大运了 咱们从大运的基础上 改上大型反潜机 过去全是从美国买 现在完全自己研制了 简要的来判断一下 接下来我们在海上威胁方面 应该怎么样做好准备 一个是加强基础建设 就是装备人员队伍的建设 要加速这个整合 另外呢 恐怕要进一步加快 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的 这个综合战略的出台 我们有了国家海洋委 那么海洋委会推出一个综合的 不是军事的 就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整个的海洋发展战略 这样我想呢 这个国家海洋局的职能家 会更加充实的旅行 好 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到演播室 参与我们相关话题 谢谢 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一下看天气近期呢 正值冬春交替时节 那么中国天气 也是显得起伏动荡 今天白天呢 在南方一带的降雨 正在明显的减弱 并且降雨区域呢 也是在逐渐的向南转移 明后天的时候 这一带降水呢 还会进一步地减少减弱 像明天主要是在江南南部 华南一带会有一些 弱的降雨出现 到后天的时候呢 这个降雨的范围 还会进一步地缩小 而在近期一直受到 沙尘困扰的西北一带 由于缺乏雨雪的打压 所以呢明后天 这里的阳沙或浮沉天气 还会继续 那么气温方面呢 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 这个气温都是忽上忽下 我们以哈尔滨和杭州为例 这个气温变化感觉 都像是坐上了过山车一样 那么像杭州呢 昨天最高气温有25度 今天又骤降10多度 到周五的时候 又会升到15度以上 那么在总的来看呢 全国大部分的气温 还是在这个波动中回升的 那么像东北一带 目前呢 还是有这个厚厚的积雪 这个气温的起伏波动 也是使得 这一带的这个积雪呢 融化 然后又结冰 道路湿滑 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另外呢 随着冷空气的 这个东移入海 今天晚上到明天 在中国的东部一带海域 还会刮起7到8级大风 一起来看城市天区吧 北京晴转多云 零下2到11摄氏度 大庆多云转晴 零下17到零下一度 韩锦晴零下8度到3度 安顺阴转多云 10到19度 唐山晴转多云 零下4度到7度 济南晴转多云 零下一度到11度 九江阴转多云 7到15度 武夷山 镇雨转阴9到18度 广州小雨转阴 16到24度 六盘水多云 9到21度 首尔多云3到9度 东京小雨转阴 9到11度 新德里晴 15到31度 迪拜晴 18到27度 河内阴 20到24度 曼谷多云 27到35度 悉尼晴转多云 19到24度 莫斯科 莫斯科 阴转阵雪 零下13度到1度 伦敦多云 零下1度到7度 巴黎 阴转多云 零下6度到4度 罗马 小雨 6到13度 雅典 阴 10到18度 我在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